大家好,我是蔡蔡,歡迎來到蔡蔡講遊戲 看開的觀眾就會知道,今天如期而來 終於就是黑雲3系列的大結局 說真的,蔡蔡都嘔心溺血 終於搞定一共16集的黑雲系列 我們立即開始主題吧 之前我們已經打穿了大部分區域 不過其實還有本作的額外地圖是未去的 隨便找個溝火,傳送回地下監牢那邊 再找路去,當初遇到很多玉珠怪那裡 另外還要確保我們已經入手,一個打坐的身體動作 如果不記得,可以回到無妖王庭院那邊找 準備好就可以直接在這堆東西旁邊打坐 無奈就會開始過場動畫 一轉眼就去到 這個區域就叫做古龍頂端 顧名思義就是一座山頂 周邊的環境很多像石頭一樣 這裡最多的敵人就是這些蛇人 他們種類也很多 還有很喜歡伸長頸來咬我們 其實他們沒什麼威脅 注意不要被他們圍住就可以了 消滅幾天之後,我們很快點著了第一個溝火 再出去爬上樓梯 會有幾隻蛇人和一隻巨型的蛇人 普通那些就是沒問題 就是巨型那些是比較麻煩的 他們的血都挺長的 而且攻擊也很喜歡延遲 要花點心機才可以打得過 再進去正門,我們很快就會遇到一條飛龍Boss 不斷打兩下就會發現 他的防禦力實在太高 根本就打不進去 其實是有原因的 開發者設計這個Boss 並不需要我們跟他對打 按照劇情,我們是無視條飛龍 硬衝進去後面的一個建築物裡面 這裡有幾隻蛇人 只要站位好就可以用建築物擋住 而火就是剛巧燒死了蛇人 按照這一招前進,很快就找到一條爬梯 上去就來到一個露台 剛巧龍的頭就在下面 已經暗示得很清楚了 等龍的頭停在下面,直接跳下去 灰盡就會秒殺了龍 可以說是沒有任何難度的 之後遊戲會傳送我們去下一個溝火點 在溝火裡出來 順著條爐打下去 一直都會遇到各種蛇人怪敵人 沒什麼大問題 就是注意一下巨型的蛇人 他們打得比較痛 連擊有時都會很難避開 順利通過,很快又會有第二條龍去攔住我們 消滅它或者直接跳過也可以 再來回到去建築物裡面 有個半裸體的NPC拿著劍去捉我們 見他沒禮貌,兩三下送走他之後 可以點著附近的溝火了 這裡我們已經可以挑戰BOSS了 不過想繼續探索的話 可以去領一邊清除蛇人怪 收拾好道具之後 再找一條向上的爬梯 一上去就會看到 有傢伙看著一隻飛龍的屍體 一看就知道是護甲很密實的對手 見他拿著一個大盾牌 和一支龍牙大棍棒 雖然速度很慢 不過下下打過來都非常痛 而且防禦力超高 這裡就需要玩家的耐性 總體來說都不算太難 搞定就可以拿到他的裝備 搞定NPC之後 附近還有地方可以習慣一下 慢慢搜一下道具 準備好就可以回去之前的溝火 是時候挑戰期待已久的額外BOSS 無名王者 作為賽賽最欣賞的BOSS之一 無名王者當然是很有格調的BOSS 單憑過場動畫都已經霸氣十足 灰盡會打向這裡的一個大吊鐘 鐘聲的迴蕩令到風雲變幻 在建築物上會形成一片烏雲的區域 究竟在雲上行走是什麼感覺呢? 這點我都很難說 第一次打多少會有點不適境 進入迷霧 灰盡行走到雲上邊 離遠就會見到王者騎著龍飛下來 看來第一個階段 就是他們一人一龍跟我們打 王者這個階段是會飛來飛去的 攻擊動作不算多 包括飛天上對我們扔閃電矛 以及直接用他的武器去砍我們 這個階段以閃臂為主 摸清消數就找機會上去砍龍頭 尤其龍噴火時只會離開 就可以上去連續打幾下 幾個回合龍就會被我們打到發呆鬥 灰盡行有一個爆擊動作 就會進入第二階段的過場動畫 原來龍是王者的草物 被我們打贏之後 王者乾脆將他們吸收 之後見到他的武器 帶著閃電的特效 第二階段的王者 外表上雖然好像一個骷髏骨 不過他是很有霸氣的那種 白髮的王冠 飄逸的裝束 加上那把一看就只是帶閃電效果的劍矛 配合大氣的BGM 總體顏值算是爆燈 和他的招很快就會感覺到 他的傷害真的挺高的 而且跟英雄古代一樣 一套連招打過來 會有連續幾個動作 每次都帶有閃電傷害 而且他還會用各種跟閃電有關的招數 召喚從天而降的落雷 可想而知 灰盡被他電一下也肯定痛到鬼 而貫穿整個戰鬥 他真的很少會給我們喘氣的機會 來不停斬我們 離遠一點又會用魂去吹我們 他作為硬盒BOSS之一 基本上沒有什麼硬傷 我們唯有不斷嘗試 摸清他的招數 有效迴避永遠都是王道 而且作為BOSS來說 他的血其實不算多 順利通過了就可以拿到他的靈魂 換他的把劍矛 打完王者 我們已經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探索 等著我們的就剩下爆肌BOSS 新王的化身 我們隨便找個溝火 傳送到最後一幅地圖 走進去整地都插著很多劍的地方 就可以找到他 作為主體的收尾BOSS 新王其實不算太難打 一見面就會用大劍去招呼我們 速度有分差不多 傷害也不低 細心留意還可以發現 他用這把劍跟我們溝火插著的把很相似 利索當然會有火焰的附帶效果 用劍這個階段 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難度 很快他會把武器切換成曲劍 這樣就算是他的殺手鐧 把武器換成不同的形態 而用曲劍的時候 攻擊速度就會稍微快些 有時會吹個火球出來 這些都是有辦法應付 再打多一會變成用法杖那樣的 用很多靈魂法術來打我們 包括一些追蹤的法術彈 以及會拿一些激光去射我們 如果不躲避好 這些招數也挺痛的 那當新王用夠法術之後 他還未玩夠 還可以武器變長矛形態來打我們 這個狀態就容易回避很多 站在他旁邊就最好躲避 當我們最後打到他沒有血了 他才會進入認真的模式 其實之前都是跟我們過手印而已 眼見他的血又滿足 而且武器也恢復成大劍狀態 全身著火一樣 我們都要打升十二分精神 尤其要注意他的招牌連擊 會舉起劍速力一秒 跟著我們如果中了第一下斬擊 就會在半空中 連續多四五下 最後就會被他用火焰彈走 感覺就像打無傷一樣 除了這招 他還很擅長用閃電的法術 見他有時會原地釘 又或者遠距離對著我們釘 又或者釘上天仙 再等閃電自己追著我們來 雖然這個BOSS招數是多少 但好像沒什麼特別致死的攻擊 而且血量也比較偏少 比DLC差得遠 加上我們一直以來吸取的經驗和教訓 已經造就了我們的強大 嘗試了幾次之後 輕鬆地把他打贏 順利入手新王門的靈魂 來到這一步 玩家只要去溝火 選擇是否傳承這個火焰 就會看到爆機才有的過場動畫 一直被我們升級的防火女 都會過來捧場 只要黑暗結局的話 甚至可以在動畫中攻擊他 具體大家可以自己通關去了解 OK啦 好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觀看 黑暈3系列終於圓滿結束了 如果有人未玩過這遊戲 又想要挑戰這種難度的話 賽賽真的很推薦大家試試 最後禮牌附加雙大劍打王者的片段 不如幫我點個讚 我是賽賽 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好吧 不准备 BGM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文字幕——YK